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在20世纪初,雄霸太平洋的日本曾建立起了世界顶级的联合舰队。 在太平洋战争中曾差点毁灭美国太平洋舰队, 但是中途到海战之后,日本海军被打断脊梁,被美军追着走, 最后于1944年的莱特湾海战中彻底灭亡。 莱特湾大海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 也是航母诞生以来,人类海军的最后一次的航母对决。 在此战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菲律宾海域被美军一战击溃, 日军主力战舰几乎全部沉没,联合舰队宣布灭亡。 可以说,在莱特湾海战后,广袤的太平洋就成为美国一家的天下, 一直到今天也未改变。 莱特湾海战一直是军事学家研究的经典战役, 也是互联网上的广大军迷们讨论的热点。 此战中,日本海军倾巢而来,并且一度占据主动, 为什么会最后全军覆没? 这场战役到底怎么打的? 它对邪恶的日本帝国有什么影响呢? 一、海军方面,日本人没服过谁。 今天的美国海军独败世界, 而在历史上,唯一对美国海军有毁灭性威胁的 不是苏联红海军,不是英国皇家海军, 而是二战的日本帝国海军。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二战爆发时体量跟美军不相上下, 甚至在航母战斗力方面略微超越美国。 太平洋战争以中途岛为轴心, 在前半段日本战区主动, 直到美国破获了日军JN-25电报密码, 在中途岛守株待兔击沉四艘日本航母, 日本海军才转攻为首。 日本人想破脑袋都猜不到, 自己的高级密码已经被美国人破译, 他们老觉得美国人就是运气好而已。 日本海军在正面战场一对一是不会吃亏的。 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的不服气, 从1942年一直延续到了1944年。 这期间日本老是想找美国决战, 但是每次都引恨而归。 1944年末, 西太平洋战争全部结束, 日本海军两任司令全部死在战场上。 美国太平洋舰队开进东南亚, 即将进攻菲律宾。 在日本帝国即将游进灯窟的前夜, 日本海军一拍桌子, 决定直接缩哈, 跟美国人拼了。 二、日本的最后一波, 美国打进亚洲, 日本东京大本营没法向天皇交代, 于是草拟出了一份截号作战计划, 告诉天皇, 日本军队有十足的把握, 把米处赶出我们神圣的绝对国防圈, 可保日本本土高枕无忧。 截号作战计划第一部分, 就是防止美国在菲律宾登陆, 掐断日本和东南亚的联系, 把日本仰赖的海运彻底断绝。 1944年9月, 美军征服了新几内亚, 在麦克阿瑟上将的强力建议下, 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陆军北上菲律宾, 由海军作为支援。 在战前, 美军密集轰炸了日本在东南亚的机场, 最后在菲律宾的莱特岛海域集结重兵登陆, 此时日本陆军在菲律宾还有十万人, 马来之虎山下奉闻立下军令状, 可以让美军有来无回, 但是他需要海军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为了夺取菲律宾战役的胜利,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 决定用一次釜底抽薪的决战, 跟美国最后一波。 丰田副武是这样考虑的, 日本的所有原油都来自东南亚的和属东印度, 无论多好的船, 没有油就是废铁, 要是美国占领菲律宾, 日本联合舰队将进退两难, 如果舰队待在东南亚, 舰队可以保存, 但是得不到人员和舰载机武器的补给, 舰队毫无作用, 要是海军全部退回日本海域, 那舰队将失去油料补给, 庞大的联合舰队将趴在窝里等死, 所以与其被动等死, 不如发起最后一波, 看看天照大神是否还保佑自己的子孙。 此时, 丰田副武手下的日本海军依然是世界顶级的, 他将海军整编为三个舰队, 分为一个航母特混舰队, 一个攻击舰队, 一个游击舰队, 日军共四艘轻型航母, 九艘战略舰, 十九艘重型和中型巡洋舰, 以及三十四艘驱逐舰, 十艘潜艇, 总吨位七十多万。 1944年10月20日, 美军与菲律宾莱特岛登陆, 日本联合舰队则从日本和东南亚的温莱出海, 分多路前往莱特湾海域。 三、决战莱特湾, 人类的海战巅峰, 虽然后世的文学和影视作品, 都把日本海军描写成指挥进攻的战术白痴。 但不得不承认, 日本海军的指挥官们, 在莱特湾海战时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把海战战术的灵活性发挥到了极致。 丰田副武将整个参战部队分为三大舰队, 小泽治三郎, 中将率领四艘航母, 瑞凤、瑞赫、千岁、千代田为主的特毁第三舰队。 他扮演战术院的角色, 负责将强大的美国太平洋第三舰队从莱特湾营走, 由丽田舰能中将率领的中央舰队, 主力使五艘日本国宝级战略舰大河、 武藏、长门、金刚、真名。 他负责直接杀入莱特湾, 将美军在海湾中的舰队和登陆场全部消灭。 第三部分是西洋详制中将的第五舰队, 主力使扶桑山城号战略舰, 负责在莱特岛外围运动作战, 寻找机会进攻美军。 日本海军清朝出动, 其主力战略舰蹲位七万上下, 放在今天的世界海军里依然是庞然大物, 表面看起来确实雄壮威武, 不过当时的海战早已经是航母的天下, 战略舰是被时代遗弃的巨人, 日本舰队以战略舰为主力, 其实就是埋下了战败的种子。 力田中央舰队于20号出发, 带着雄伟的大河五藏两艘战舰开入菲律宾海域, 结果舰队出事不利, 两天后就遇到了美国潜舰艇。 力田舰队旗舰艾档号被鱼雷击沉, 他转移到大河号上继续指挥。 在美军潜舰艇发起攻击后, 美国舰队已经知道日军袭来, 美国企业号、富兰克林号、 武卫号、卡布特号、 埃塞克斯号五艘航母一起进攻力田舰队。 10月24日下午, 美军200多架战机在西部沿海空袭, 日军中央舰队没有战机护航, 仅靠舰载防空炮反击美军, 基本上是活靶子。 于是,武藏、大河、长门都被美军的炸弹和鱼雷击中。 大河号进水2000多吨, 武藏号则直接失去动力, 原地瘫痪,最后被美军击沉。 力田舰南下令全队脱离出战场, 7万吨的武藏号永远留在了西部沿海。 当力田舰队被狂轰烂炸时, 小泽制三郎的幼儿舰队成功吸引到了美军的注意力。 太平洋第三舰队发现了日本的航母编队, 这一消息让司令哈尔西感到振奋。 他率领有17艘航母的舰队追击小泽制三郎舰队, 想将日本帝国最后的航空母舰一网打尽, 让自己和第三舰队载入史册。 小泽舰队在10月25日一早发现了美军的航母舰队。 幼儿舰队的作战目标成功实现, 但是不知为何, 小泽舰队发出的幼儿成功消息没被力田舰队收到。 力田舰南不清楚哈尔西舰队已经被吸引出莱特弯。 小泽制三郎选择主动迎战, 日军60多架战斗机起飞进攻美国第三舰队。 美军跟日军进行空战, 不过在第一波攻势结束之后, 日军面对绝对优势的美军已经无力抵抗。 在美国舰载机的狂轰烂炸下, 小泽舰队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瑞赫、瑞凤、千岁、千代田四艘航母全部被击沉, 舰载机部队全灭。 日本海军航母时代在此正式终结。 至于最小西村舰队早在10月25日凌晨, 西村祥志的日本第五舰队在苏里高海峡跟美军爆发夜战, 日军西村舰队几乎全灭。 西村祥志战死, 舰队惨不开始逃亡。 4. 吹落樱花的神风 10月25日,利田舰队在菲律宾萨玛岛海域发现美军舰队。 日军以为自己发现的是美军主力舰队, 但其实这是一支美军的护航航母编队。 隶属美国第七舰队, 第77特混舰队第三小分队, 代号塔飞三号。 于是,利田舰队马上组成攻击阵型, 巡洋舰把战略舰围在核心, 驱逐舰散步在外围, 开足马力冲向美军舰队。 塔飞三号编队发现日本舰队来了, 让航空母舰后撤,战略舰和驱逐舰向前迎敌。 弗来撤击,驱逐舰冒死向日军舰队发起冲锋。 第一波战斗就有四艘美国驱逐舰被击沉。 但美军驱逐舰发射的鱼雷, 还是成功持滞了日军舰队的速度。 日本大核号战略舰450毫米主炮的射击震天动地, 巨型炮弹落入水中见起的水花比美军战舰还高, 护航航母上的200架战斗机紧急升空, 他们缺少鱼雷和穿甲弹,只能挂载普通炸弹, 甚至反潜炸弹去攻击日军战略舰。 在海上熬战的时候, 神风特工队从菲律宾重来, 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自尽式攻击。 看到战斗机不顾一切朝着战舰撞去, 美国大兵们得惊呆了, 临时战机配合力舰舰队取得了不错的战机。 虽然三艘日本重巡洋舰被击沉, 但是神风特工队拼掉了美国两艘航母, 金刚号战列舰还用炮击击沉一艘美国航母。 25日早晨, 日军在萨玛岛海域取得了收获。 莱特湾就在眼前, 美军的登陆场和运输船都在海湾中等待日军收割。 但就在这时候, 力田舰却下令舰队全员向北离开战场。 大和号的指挥官宇桓缠非常震惊, 他对力田说, 司令官, 我们的敌人在前方, 力田舰却摆摆手, 算了吧,向北。 日本联合舰队失去了在莱特湾消灭美国登陆舰队的机会, 这一幕在两年前的萨沃岛海战曾经出现过。 力田舰南和三川军一放下嘴边的肉不吃而忙着逃命, 都是害怕美军的航母编队会把自己包饺子。 小则舰队誘二成功的消息没有被力田收到, 他始终觉得, 美国第三舰队就在路上, 一旦被舰载机包围, 自己这整个舰队都得报销。 在得知舰队要撤离, 不用去莱特湾送死的时候, 力田舰队的水兵们欢呼雀跃, 山呼万岁。 莱特湾海战结束, 日本说得很彻底, 力田舰队北撤后, 美国第三舰队在26日早晨对其发起空袭, 日军再损失三艘战列舰, 只有大河号依然坚挺。 整个凯特湾海战, 日本共计损失全部的四艘航母, 16艘巡洋舰, 11艘驱逐舰, 4艘重型战列舰, 其中包括国报级的五藏号, 200架航母舰载机也被打光, 日军幸存的战舰几乎失去战斗力, 只有大河号还能出航。 日军在国内封锁莱特湾战败的消息, 依然把其宣传为大胜, 但是在军方内部, 陆军和海军官员们都明白, 日本已经没希望了, 此战的失败彻底击垮了日本军人的信心, 日军这一战的损失, 占到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四分之一。 小泽治三郎回忆, 日本海军在莱特湾后, 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产生了绝望, 日本海军成为了辅助性的部队, 太平洋海战在这里结束了, 可以这样说, 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 早在1944年就死在了莱特湾。